所以就有人講說他去申請補助 因為不是說一個人失蹤的話 先補助多少嗎 罹難的話先補助多少這樣子 這個他就去申請 結果他就說要本人來辦 然後拿那個什麼戶籍藤本 這是哪個天才說的 對 那人很生氣的說 人家已經失蹤了 你是要叫我去找人 從頭蓋起來要拿負籍藤本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其實他有實質的問題 這是真的是沒辦法這個 我們說一句這個 在這樣的事情發生 你還做這樣的要求 我想這個實在是非常不應該 不過現在剛剛講到就是說 這個部分應該死亡證明 因為你總不能去講 我們家本來我們家五個人 然後我報失蹤六個人 我多領一百萬 因為現在我記得政府是要說 死亡人口一個人補助一百萬 但是現在就是說 因為法務部就是嚴厲 因為就是這個死亡證明 是一個源頭 如果這個部分能夠競速的核發 這個事情上是可以解決的 這個錢要發給誰 他還是會有繼承人的問題 因為有一個一個順位 全家都沒有了 如果全家 要給誰 龐系的嗎 就是說我們的順位是這樣 如果是看起來就是 比如說有配偶 然後第一順位就叫 直系血清背清楚小孩 如果都沒有了父母 沒有了 兄弟姊妹 再來主父母 他是一個一個順位下去 張律師話我懂 就是說 因為小年村這樣子 這一次 小年村主要平常都是老人跟小孩 為什麼會有小孩 就是因為很多年輕人出來外面 打拼 做工作 把孩子嚇到鑽家 給阿公阿嬤娶 這邊死傷比較嚴重 是因為剛好父親節 所以很多人等於過節 慶祝父親節這樣 所以8月8號雨很大的時候 他們還沒走 為什麼 因為父親節這樣 OK 如果說你是 比方說爸爸媽媽或小孩不見了 可能 或者是你也回去過父親節 可能你還有兄弟姐妹在外面 那些人可以得到繼承 因為我們的繼承叫順位 就你一順位沒有就歸下順位 就這樣一直下去 就是你可以找到最後 那個順位的繼承人 所以如果下了那種 一家十幾口都沒有了 那個順位搞不好是很遠的親戚 就沒有了 那可能是沒有 比方到祖父母 那就可能沒有了 兄弟姐妹還有 兄弟姐妹 如果是兄弟姐妹也沒有 就到原來祖父母 那就要看了有沒有 就要看了 你說直系才有是不是 而第一順位我們叫直系 就是小孩的部分 叫直系血清悲清楚 這是第一順位 那你可能小孩都沒有了嗎 譬如說葉教練是我哥哥 他在高雄 我們全家在小林都沒有了 那他會領得到這個錢嗎 他是 我哥哥 哥哥 那就是兄弟姐妹 對 兄弟姐妹 他可以 可是他平常對我很不好 這事實跟情感 沒辦法 明明之中就是要留給我 我們是打定的還是有 就兄弟姐妹就會有 就會到他那邊去 你不能再爬起來 說你不願 對 他有的爬不起來 我們在那個西邊 老人心西邊 他有事 整個連房子全家人士 全部跟著溪流走 連那個房子都碎掉 人也都找不到 那這個怎麼辦 三代都在裡面 叫架去就對了 連那個地都不見了 就全部刮走 是從這個世界 就這樣平衡下去 生花了 不過另外一個就是 那個稅圈的部分 稅圈的部分那個減或免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房屋 是整個倒掉了 沒有掉的 你房屋稅等等就全部減免 全部免掉 那如果是在 他要認定了 三層到五層內的就減半 那這個部分起碼是達到 一個稅圈的減免 那我們在報這個索得稅的時候 而且可以列為財產損失 這個部分都是在稅圈這一塊 其實張律師 我講再一個實際問題就是說 我朋友打電話給我 他說他這一次住林邊 他說其實林邊這次淹得很嚴重 他說最嚴重的有的淹到兩樓 兩層樓 你就兩層樓意思就是什麼 就你們家的冰箱 你們家的傢具 全毀 對啦 全毀 OK 那他說其實 因為你這裡的政客 政客就是電視冰箱 音箱 有沒有的 跟碰意都要清醒出來了 過程都派遞了 他說其實他如果要訂購 大家知道還要花30萬這樣子 這個能不能申請 我想現在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們要 我們一直提到說是可以 因為這是一種損失 是一種損害 但是你要去最後認定的時候 他還會是要你提列出來 有一個證據的問題 你當初買冰箱的證據 清出來的時候要拍照嗎 還是說去買的時候要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我看報紙有些報導到說 什麼拍照存證等等 一些東西都埋在下面 我怎麼拍照存證 其實這都會有一些問題 但是我一直會認為 我看這個事件 在這個事件的發生 我想就矩陣這一塊 我們應該要去重寬 應該要去重寬的 你說家裡面我想提報基本的 比方說電視冰箱等等的 這些基本的東西 只要他有提報就給他 應該要再被認定的範圍 我想那個基本範圍的這個部分 你如果是特殊的 我想你再去特別的舉證 因為一般家裡說電視冰箱 我想這個基本範圍 我想這是我的意見 但是他不能提報說 我那個鑽石項鍊幾顆 他也不見了 這個當然你要舉證 那個不能算 那個生活不是生活必需品 不是必需啦 只能說生活必需品給你補助 對不對 這是我的意見 你如果要鑽石項鍊 不然你現在去挖 看好運就挖得中了 另外一個 當然一直在討論這個保險的問題 保險就面臨到 其實一般人的房屋 其實很少投保 颱風跟洪水 這個部分的保險 一般都是地震或火災 一般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就沒有辦法獲得理賠 這也是一個 我想對受災禍來講 也是一個滿大的這個 就是沒有辦法獲得理賠 另外講到就是國賠的問題 國賠就一直在討論 但這個國賠的問題也是 法律上其實都有他一些要件 要去鎮定 比方說你今天路燈 或者是樹 這個倒下來 我車子整個損壞掉了 你能不能去申請國賠 因為法律上還是要界定是說 比方這些都叫公有公共設施 路燈也好等等 你除非被界定到說 當時那個維護 已經國賠的案子 因為我在處理 你當時的維護或維修 有發生疏失 在法律上不容易 其實不容易 那問一下宋先生 如果阿兵哥在救災 萬一殉職呢 那這個當然是 因公殉職 這是可以進中列池的 比照作戰 他們這次不是有三位 如果要是有殉職的 視同作戰的 那個叫開飛機是不是 那是空軍總隊的 那是內政部空軍總隊的 那不算軍方對不對 那一樣 因為那個都是公布的能源 對 它是比照 比照派 那為什麼我們軍方 沒有一台可以吊掛 那個怪手的什麼三貓的 我們軍方 我們現在 我們的直升機 是以運輸部隊為主 那另外就是攻擊直升機 而是攻擊戰車 坦克攻擊地面用的 但是我們的直升機 沒有那個能力去吊掛 就是說像吊掛 雖然是吊掛載重直升機 像我們現在講 超級總碼 現在來了海龍 海龍車它是一種 掃雷直升機的一種延伸型的 它都可以掛重 人家這個像是個十幾噸 輕輕鬆一吊就起來 我們吊的話就會有很多的問題 因為你這個吊掛 吊重 這個飛機的性能 第一個它到了中期以後 絕對不可以再吊掛 一定是比較好 比較新的時候 第二個吊掛直升機 掛一次要休兩年 這個駕駛員 這個飛行員 它的技術要特別的好 第三個這個吊掛 不管你起飛還是飛行 以及到了現場這個地區的 這個氣象非常非常的重要 風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只要是地形不熟悉 有風力的問題 有能見度的問題 就馬上產生危險 就你吊掛去 自己也看就會這樣 所以這是專業 這種在救難陣裡面吊掛 這是另外一種專業 所以他們來找這樣的駕駛 這樣的飛機才可以 那我們沒有這樣的飛機 我們沒有 來 我們去休息進行公室 我記得在是小林村的頭七的時候 有人上香上到一半的時候 拿酒瓶砸自己 為什麼一直在說三次而已 我也哭到我不好 他覺得自責 他非常非常的一個自責 包含這個小林村 那邊有44個人救出來對不對 其中有一個人 他那種自責到不行 為什麼 因為當時是先開始有一點淹水 因為他在酒瓶這邊是淹水的 所以他想說送到40到180那邊有沒有 他覺得那邊就是 安全 10到18那邊比較安全 還是親戚的家這樣子 所以他是特地把孩子老婆 都放在那邊比較安全 結果沒想到那個是整個沒有了 你知道那個自責 他等於是親手把老婆孩子送到死城 然後自己因為在這個地方反而是 因為他們一起摳一起逃 他反而逃掉了 他盡量可以活下來 可是他其實活下來也非常的活不下去 因為他非常的自責 所以這次有很多這樣子的一種情況 是